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后去外面的公司上班大概四年 然后才回到想说想要走学术的路线 所以我又回到想要攻读博士班 所以我又回到那个台下图木系 就是读博士 那因为我是本土的博士 我一直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些出国的经验 所以我的focus都是 我有目标是在我的博士的这段期间 我一定要找一个学校去做访问 那刚好是有一个机会是了解到 就是德国三明治的计划 然后也有老师的引荐跟推荐 所以我就有机会去申请这个program 那所以我后面会分享说 我是怎么如何得到这个机会的 然后因为我其实是比较特别 是我是在2019年就有申请这个program 然后我是在2020年本来要成行 然后去World University一年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是其实是2020年3月去 然后去了大概19天 那因为疫情我就回台湾了 然后对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到研究学校 我还在那个BOM的那个哥德的语言学校 学语言 那因为我就是选择回台湾嘛 那我就是4月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完成这个线上的德语课程 然后我就继续在台湾就是读我的博士的 完成我博士的学业 那其实我在2020年的年底 我就完成我的博士口试 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选择我要毕业 或是我还是要 还是我去完成这个计划 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要重一发 然后我就选择跟就是国客会联系说 我想要继续完成这个访问 然后我就线上完成了这个计划的 就是重新要 因为计划时间有变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些步骤去 调整这个计划的内容 那我在2021年 就是去年3月到7月就是有5个月 我就是在 我就是直接去那个访问的学校 然后完成我的研究访问 那我这边会介绍 我怎么准备的申请一些相关时间表 还有我在语言学校生活 就是比较轻松的生活 还有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Rule University的学校 以及我在德国的研究环境 跟在德国的生活 那其实我是比较特别的是 就像刚刚前面的几位老师有说 其实找了指导教授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关系 我的connection是 其实是从中兴大学一个 图目系的蔡吉星教授 他其实在他有跟Rule University的 Professor Tolstin-Bissman 他有一个DFG的计划 那他有询问说 台湾这边有没有相关 有兴趣念 去他那边学校做访问的学生 那刚好就 中兴的蔡老师是认识台大的格云丁老师 然后刚好我是格云丁老师的博士生 那我就因为这个缘由 所以我被推荐 可以有这个机会看看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做访问 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就是 必须要做一个非常的concised的proposal 去介绍你到底是研究背景是什么 还有你想要做的题目是什么 那还有你的个人的resume 然后把这个文件 就是email给德方教授 那他就会去评估说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来他的研究团队 那我很幸运的是 德方教授很快速的就是 接受了我的提案 然后可以也愿意给我这个invitation later 那因为我知道蛮多 不管是申请三名字机的话 或者是像是国课会的千里马的 博士生或是学生 他们在找教授 就是外国学校的教授 其实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要从本土的老师 有一些关系去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管道去 协助您就是拿到这个 这封推荐信 那这个推荐信就是 我很幸运的是在 就是有拿到 然后申请的时程 大概是在八九月的时候 然后我就照着国课会 就是过去的科技部的网页 去进行线上资料的填写 写跟申请 然后大概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我是就拿到这个 录取的通告 然后就会有承办人 就是联系我们要准备 什么样的文件 然后同时他也会 请我们去 加一些同事拿到这个 三名字计划的学员的资料 的资讯 然后我们会选一个负责的同学 就是帮忙联系 要怎么成型 就比如说像是 我们要去申请签证 那我们就会是用团签的方式 去完成这个签证的申请 那就会有一个主要负责的同学 那我刚好是那一期的主要负责的同学 那另外就是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就是大概一月的时候 就完成这些手续 那之后在三月的时候 就是会有两个月的语言学校的训练 那出国的准备的话 国课会那边会准备我们的奖学金证明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可以证明我们在那边拿到方定 每个月大概是多少钱 那我那个时候2020年申请到的 一个月的奖学金是1.25欧元 那据我了解的是 因为疫情关系好像那个金额有调涨 然后去年好像是2000欧元的样子 那现在我不太知道 有没有再另外调整 那还有一些证明文件 像是保险证明或奖学金证明 那另外就是因为申请复得的签证 也需要写一个就是计划 就是你去德国 就是你要额派签证那里的一个计划 书是什么 对 那就是再接下来 就是准备好相关文件之后 就是做办理团签的动作 那另外就是因为其实住跟行 是在我们出发前就是蛮重要的 就是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住宿嘛 那我的部分的话是我知道可以就是透过学校一定会有welcome center 然后去申请你的住宿 那德国的话我了解的是需要透过你的德国教授去帮你联系welcome center 就是有证明说是他有这个这个访问这个学者或这个访问生会来做这个访问 所以他会从他那边去帮你申请这个住宿 然后会有一些document需要去填写 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有些同学会觉得可能想要住外面 可能价格租金会比较便宜 那可以透过一些网路上的社团 比如说是台湾 德国台湾同学会里面会有很多住在台湾住在德国台湾人 他们会给你一些简易 或是你可能可以把一些讯息的问题就是po在上面 就会有很多热心的台湾人会回复你 对那你也可以从这边这个社团去认识一些当地的台湾人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换汇的话就就变成呃台大这边的计算方式是我们出国的前一天的汇率 当作是汇率的计算因为我们最后其实会完成这个访问之后才会正式的勤款的作业 那换汇的话是那个汇率是在一开始就是出发前就会被决定 那过程中你怎么换就是看你们自己去研究哪个时候汇率比较好 对那机票购买的话我们是那时候是统一就是都是飞到法案客服 那最后是搭华行的这个班级 然后我们我们是同期的三名字学员是一起一起飞 就是有个噪音这样子 对那因为我比较特别的是我中间有往往回来一次 那那那段是不补助的 那呃所以我就想要就是省一些预算 因为他有那个交通费有一些上限 所以我最后回程结束前的回程我是搭土耳其航空 那你们可能如果学生你们还是学生一定是学生 那土耳其航空有学生优惠 所以你们可以先上网去申请那个学生优惠 那你们就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对可以省一点交通费 那另外就是路上交通的话就是呃他有点像飞机 就是德国的IC德铁他票就要浮动 那你如果越早决定行程的话 你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火车票 但如果你很接近你的行程 然后才购买这个火车票的话 我觉得是真的会蛮贵的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在德国 我就学到如何就是买便宜的火车票这样子 那这是我在2020年在Bong学就是语言学校 那他是其实在贝多芬出生地 所以那时候我除了非常的 他是intensive course 然后因为我不会得语 所以我是最那个从最一开始的ABCD开始学 那我觉得我觉得蛮特殊的经验是 他完全就是德文教你德文 所以你就是完全融入那个 就是他不会用英文教你 他就是完全用德语教你德文 对所以就是你就是从老师的肢体语言 去去感受到底要怎么学一个新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经历的 对那就是过程中我觉得实体课程 对我来说我收益蛮多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实体的语言课程 那呃当时的哥德文学校也配给我们还不错的这个宿舍 就是一个人一间那大概是600欧的住宿费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这呃出国的话通常就会是选自己煮东西来吃 因为外食是比较贵的 那这个我的课程是可能每天早上八点半 然后到一点多 然后他们才去吃午餐 那下午的话你就会有蛮多时间 就是你可以自己复兴你的德文 或者是你可以去附近转转 就是去体验一下住在这里的生活 因为到这里都还是在语言学校 就是到你的研究 那因为疫情 所以我就那时候台湾老板叫我赶快备回来 因为觉得不知道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在线上继续完成我的德语课程 对那就会有一些时差的关系 就是我觉得可能互动的话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就又加上因为其实这个线上课程是可能又跟不同国家的学员一起学这个语言 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实体的还是会比较让学语言的效率变高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在去年 我就三月就直接到研究地去完成我的研究访问 那我选的学校就是Word University 波红 那一开始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波红是在哪边 所以他其实是在西德的这块靠近荷兰的地方 然后的这间在北亚英国过就是德国海里 他们有没有很在意 那他们给我的feedback是 他们觉得他们会比较看他们想要学什么科系 然后他们就去珍貴他们这科系在这个学校是不是好的 那因为他们也会考量他们的居住地 所以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他们的学校的牌 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像台湾或是其他美西的国家都是比较在意这个牌 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并没有很在意牌 他们比较在意他们没有学到东西 那这个话是我想分享 我觉得我在那边住的还算不错 就是一个月大概587欧 因为那个城市是消费比较低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 然后住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有点选太高 因为我知道我有认识就是其他的学生 他们apply到的大概是 比较小间就是大概400左右 就可以有一个个人的住宿 那我的话这个比较像家庭 是就是可能可以两个人住的 就是有一个厨房必备的 然后一个客厅 然后跟一个房间 对我是住的比较好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觉得来德国或是在欧洲 就是要学会怎么搭火车 对所以就是要在德国的话就是有长途车慢车 或是U-Bahn S-Bahn跟Bus 然后我就有稍微列一下 就是有一些交通工具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学习这么使用 那其实就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学会使用他的app 去查这些我车的时刻 然后因为我是还是学生身份去做访问的 所以我有我有那个注册那间学校成为博士神 那我就可以享有他的那个semester ticket的优惠 我可以在那个他们选出来的区域里面无限次达成 除了这个快车以外的交通工具 那就是无限次数的 那他们也有像是台湾的U-Bike的这种Rental Bike 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也有一些优惠 对那我的semester ticket它的区域是VR这个区域 那它其实有靠荷兰 所以我那时候因为疫情关系不能跨房行动 所以我其实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是搭火车到处跑这样子 对那我这边介绍一下在我在德国的研究环境是 老师就给我一个两个人一间的办公室 就是我觉得环境还蛮好的 然后因为我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所以我是土木工程系的大地主的 所以其实我们碰到很多土壤跟岩石的实验 那大家会觉得说土壤跟岩石材料应该都会脏脏的 研究室可能会很凌乱 然后都是土壤啊 很多层土 但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大部分也就是的确是这样 实验室的确是这样 对但你可以看到我绣出来 这张照片就是德国的实验室 看起来很像环工或是做化工的那种 实验室非常的well organized 就是很干净 然后台面非常的整洁 然后你觉得都没有任何土壤或灰尘什么的 就是让我觉得非常surprise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会想要学习他们的这个做事精神态度 然后他们非常的注重环安慰 然后他们非常的理性 然后非常的就是条理分明 然后有组织 对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那种试验场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 这么大型的试验场也是都非常的干净整洁 那我会贴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过去的时候 德国教授就非常的亲切的带我去参观了所有的研究师跟认识所有的他底下的人 然后一个一一的介绍 他花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带着我介绍了他所有的研究环境跟认识就是lab里面的人 对 那我就会大概了解说这边有做哪些实验 那之后他就会安排就是有些他下面的博士生或是博士后跟你联系 然后去看看你对哪些实验你可能比较有兴趣 那因为我每一个我算是还蛮配合说他们有邀请我我就会说好我就会跟着去 所以我就是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认识了蛮多人的 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心得是怎么样建立这样双向的研究是 我对他的研究是随时充满了好奇心 所以就是他们有做什么研究我就会说我想要去看 然后跟着他们做实验 那另外的话就是他们有任何的活动 我就是他们只要邀请我就会参加 对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过去的时候 我刚刚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不太认识你 然后可能有些需要申请的部分 申请一些办公室的什么网络啊 或是你要怎么注册 其实他们不会很直接问你 所以你其实是要开口去问说 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要怎么做 就是必须要自己开口 自主的开口去询问对方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建立一些人脉 那其实他们国际生也是蛮多的 所以就是除了认识德国当地的同学老师伯后 你其实也可以建立一些就是不同国家国际生的人脉 对那我觉得很大很重要其实是出国交换除了做研究之外就是要开拓交友权那我说我就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 甚至是泰国人啊德国人啊印度人或是伊朗人德国就是还有哥伦比亚的博士等等就是参与他们的生活 然后其实就藉由这个program我也认识了只是其他三名字的学员我们有一起去约了活动一起去游柏林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不是在柏林做访问的那但我们也是就认识了这样子 那其实我这边有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去年做完这个访问之后呢我们去年就想说有国科会跟DAD有一个叫做双边合作计划交流的这个program PPP program那我们台湾这边台大这边我们也想要继续跟他们有进一步的connection 所以我们就继续申请了这个PPP program那今年我们在六月到八月之间我们其实又有飞趟德国去做这个研究访问 那这个是当初今年的我们在做访问交流时候的照片 所以说就是一个算是我的分享是其实出国就是需要去融入当地的生活 那德国有很漂亮的环境公园还有一些很多动物在这些公园里面 对那我就是假日的时候有空的时间我就是会出门去走走 然后去看看他们的自然环境或是他们的一些这是那个矿矿物的采矿的博物馆 对那他们很有名就是踢足球嘛 所以就是会有去参观他们的足球场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自然环境等等 那他们很有名的就是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电视塔 那有些电视塔就是可以上去去俯瞰这个城市 对那就是分享一些我当时去拍的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对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要跳脱舒适圈 然后去体验新的环境跟国家 然后练习怎么去见你的人吗 认识新的朋友然后使用你的第二外语 那我的体在德国的体验除了环境跟文化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德国相当重视研究跟工作环境与安全 那文化方面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很蛮重视自己的权利跟隐私 那有什么机会就是必须要自己去争取 那永恒开口 那他们做事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 就是他们不太加班 就是他们都会很早来就比如说七点多他们就来工作 那中午休息时间也是抓蛮短的 就是他们不会拉很长也没有五岁的器官 那大概四点多五点多他们做完他们整天的工作之后 就会下班去做他们的休闲娱乐这样 因为我知道他们德国人好像运动蛮积极的 对 那他们的生活跟休假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以及他们做事情的态度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语言学校跟后来做研究的部分吗 对 那在三明治计划里头他是有规定说你要必须要先有语言学校多久 然后再做研究多久 或者说这个是case by case不同的时间长 就是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包含两个月的语言学校的部分 那我知道有一些是好像可以谈说你 基本上好像去就是前两个月就是要做 就是去语言学校这件事 但我知道有一个博士候选他是有谈他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德语的课程 对 就好像可以case by case 对 我不是特别清楚可是好像可以讨论 基本上那个语言学校是DAD提供的一部分 是免费的 对免费的 想法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像大部分上就是不知道之间你会德语吗 大概不会 只会数字跟大招呼 对 我的意思就是你开始做你的研究之间 我让你学一点德语 你的拼儿生活方便一点 然后各的学员的语言班我不知道记得怎么样 应该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完成两个月实题应该还不错 这某意思就是你这里在德国的生活质量就提升了一点 你突然你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德语多多少少都会讲英文 可是你常常还是碰见到德语 是吗 生活 有这两个月是有帮助 因为看的 看的东西会有一些连接的 对 所以我们提供这个预言班 如果你真的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有讨论的预理可以不上 我请你上 他有他的道理 其实为了你的方便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过那个研究的时间就是好像可以自己决定 就是像我那开始是 就是申请一年 所以我就是十个月在学校 两个月是德语 那你也可以延长 或缩短 所以像我第二次去我是去五个月 对 因爲我想要先毕业 所以我就是只有就缩短我的访问时间 对 OK 有没有问题吗 三明治计划 但这个三明治计划就是 我申请的时候其实是用英文成绩申请的 他没有音信规定说你要用德语的 对 我觉得还不错 好 那谢谢大家